又来了又来了 小八卦又来了 台媒和港媒到底谁更能编 港媒称刘诗师和吴奇龙已因孩子的教育问题冷战三年 吴奇龙坚持让儿子留在台湾 刘诗师却想让儿子在北京就学 还称近期刘诗师出席活动 手上都不见婚戒 吴奇龙也没在老婆生日当天发文祝福爱妻 让两人疑似冷战的传闻更天真实性 刘诗师和吴奇龙结婚已经七年多了 年龄和地狱差异让两人屡次传出离婚 去年也回应了一波离婚传闻 看来两位都是低调的人 这次又再次传出冷战也太荒谬了 孩子才四岁就说父母已经冷战三年 这个听起来别太离谱了 就在今年三月份 台媒还拍到吴奇龙和儿子给刘诗师庆祝生日 一家三口好着呢 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 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 不再看你说过的人间